大家我是霸主 今天来说一说 股票经济人暗想操作的影片 万有金钱 大雄是一家证券中学的新手职员 毕业于某大学经济系 对股票方面的东西也算是有所了解 特别是在记忆力这一块 可以轻松背出 不同公司的股票代码 比最强大脑还要最强 只是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新手 没有任何的实践经验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每天上午九点一开始 办公大体就变得一片扫动不完 一个个都像打了鞠血一般 为了开始的业绩和提成 不停的忙活着 这种状态又忙碌的场面 着实令大雄大开眼界 惊叹不已 每个人当天的业绩 都会显示在办公局的大屏上 对于新手席的大雄来说 第一天就全都在实习和见识 熟悉一下具体的工作流程 组长见大雄是一只不错的潜力骨 有熟悉客户的饭局上 也会带上他 让他好好的学习一下 而大雄也确实是一个 肯学习的年轻者 客户在饭局上的酒话胡话 以及跟股票有关的任何东西 他都会用纸笔口录影记录下来 回到家里之后 再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好好消化一返 公司的一个同事小夫 是典型的股市老娘 对大雄这个行程很是照顾 不但经常透露一些内幕消息给他 还主动帮助他爸妈的复盆子生意 可以说是非常的依稀和善心了 一天一个基金管理的人 要求大雄卖出两万股 某公司的股票 结果因为对方说得太快 没有听清楚是买还是卖 大雄最主凭着自己的一只半解 选择了买入 导致客户最后全盘亏损 联络了公司整个组的人 没想到十个月来的历代 不但没有任何业绩 还把工资也搭进去了 一时郁闷直下 大雄越想越觉得自己废财一个 当场在公司的剧船上发起了酒疯 部长大助 觉得大雄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于是介绍了一个好财势给他 打算拿他进一个 轰抬股价的内部群 这个群的群组人生号码牌 像和他合作的人 就像香飘飘的夸张广告一样 可以绕地球好几圈 大雄按照大助的指示 见到了传说中的这个大佬 大佬一番潮汐的讲解之后 大雄按照指示操作买入 总交又达到500亿韩元 最终从中分到了7亿韩元 以及额外的几千万业绩提成 一夜之间走上了人生巅峰 高兴了一夜都没睡觉 又是买房 又是带女票吃大餐的 整个一爆发户的样子 而大雄这一波异常的操作 也被金融监管局的人盯上 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大雄又找到大佬 说出被人盯上的事情 但大佬只是安慰了他一句 一切竟在掌控之中 尝到天头的大雄 继续和大佬合作 而这一次的交易 大佬直接绕开大桌 而是让证券中心的进香 帮忙协助大雄 这一次的金额 达到了7000亿韩元 但单分成方面 大雄就可以分到17亿 在公司的业绩方面 那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进身为金牌经纪人 干掉了公司里的一众老鸟 这边名利双手 那边监管局的人 又盯上了他 搞了大雄又找上大佬 大佬建议他 赚了钱就该及时行人 去国外旅行 好好的happy一下 结果出去潇洒了好几天 回来公司 已经是一番腥风血雨 因为之前的异常交易 所有人都被调查问话 就连个人的家庭和关系 都查了个底朝天 公司内部男女的混乱关系 也被彻底曝光 最惨的就是大住了 还因此失去了工作 告到人才两孔 正所谓钱财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大雄扔掉了所有旧的东西 包括铝票 和公司里的竞争混在了一起 一门内部交易 忍离其死亡 这引起了调查好监管局的注意 很明显大佬是把事情暴露 所以斩草出根 大住为了自保 找上监管局的人 报处了大佬非法交易的所有证据 结果都惨遭毒手 大雄为了保住小米 不得不按照大佬要求做事 还计划整款小福的家族企业 竟想为了闯门父亲的欠赞 只好和监管局合作 搞到了大雄电脑里的资料 一本是几十亿的利润 一本是进牢房吃牢饭 大雄思考再三 决定和捐管局合作 合理搞可了大佬的非法交易 使并领倒闭了小福家族企业 又起死回生 还搞了大佬损失惨重 没了三百亿 大雄先下手为强 用撒钱的手段制造混乱 拖住大佬 最终利用录音证据 将大佬定罪 而大雄最后 也勾上了有钱 不知道怎么花的生活 看完后 我只想说 银行账户数字的后面 有几个零都没差 终究只是一串数字而已 但这串数字 对我们却十分重要 正所谓合一解有 唯有报复 比金钱更重要的是 人性的良知